reactors 在許多於後 swap 這些 calendar 自己取悅 其實從父親過世之後 那個算是人生當中 最大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以前是家裡室友 經濟兒園都是爸爸 然後突然間家裡經濟中擔 就完全不知道落在誰身上 因為其實媽媽是一個很標準的家庭主婦 然後她自從嫁給爸爸之後 就沒有工作過 對 就沒有在外面工作過 因為其實就是家裡是爸爸在負責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的年紀是家裡三個小孩裡面最大的 然後也只有我符合法定年齡可以去打工的那個 我是一個很保護家人的人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讓我媽這麼辛苦 因為其實在外面打工有很辛苦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沒有辦法讓我媽去承受那些事情 我不想 我會捨不得 因為我媽其實身體也沒有那麼好 然後她的脾氣又太溫和 我覺得很容易被欺負 對 然後再加上我弟我妹真的還太小那個時候 一個國小一個國中 那根本沒有辦法去負擔 那我就覺得只有我可 那時候的薪資大概一個月的 拼一點的話有一萬六 拼一點一萬六 對 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打工的時候 還沒有那個法定規定是一百一十三塊一百零三 那時候還沒有規定 時薪九十塊 那時候很拼可以一天站到十個小時 然後再去接其他的工作 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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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當初把廣告這件事情當做是 就像我平常接外排的零工 因為我想說拍完這廣告 過了就過了 人家也不會認識你 也不會 反正就是對 就是賺那個很可觀的收入 對一個工作生來講 那時候收入真的非常可觀 十五萬嗎 對 對 你知道就拍廣告一天而已 你根本也不用什麼 對 然後 可是那時候 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把我自己保護好 我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不敢 還已經是小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說 對 那好沒關係 就因緣際會 然後就突然間爆紅了 可是我沒有想過 要經歷這麼多輿論壓力 而且 想到後來感覺好像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所以我原來只是覺得 喔就是拍廣告工作嘛 對 然後後來大家就好像什麼 烏花女性啊什麼 就是接二連三 對 對 我沒有想過會有 這麼多的輿論壓力 對 那時候最挫折的事情是 很多人講的東西 我是無力反抗的 因為我的確什麼都不會 我家裡不是經濟轉化很好 可以讓我去學 就是各項才能 的確我真的不會 對 所以那時候 會蠻難過蠻委屈的 可是 我覺得我運氣真的很好 我人生當中 每遇到一件 很大的挫折或很大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人出來救我 對 那時候 因為 就是開始有一些通告 然後我也是為了賺錢 然後就去接了 之後 剛好上了康熙 然後碰到康永哥 康永哥找我去主持 然後那時候 他就會開始跟我聊一些東西 對 然後 就覺得好像有 就是在大海中 就有被救財的感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呃 其實 穿衣服 他就以穿衣服這方面來講 他就說 很多東西你漏多了 你做多了 就不值錢 但是他瞬間一通就覺得 我應該要好好保護 因為以前 就是 就是 相通告 這座人叫你穿什麼 就是穿什麼 我不敢去 因為很怕 對 因為會怕 因為那時候 真的還很小 對 可是後來看我的那一點 就是 欸 通了 就是覺得我應該要這樣做 後來是有一種 堵一口氣 就不能讓大家 看病什麼的 然後 一開始是這樣 最初 最初是這樣 可是到了 就是這兩年 這幾年下來 我是 我是很怕 辜負那些 支持我 對我好的人 所以我得要 很拼命的去做 對 因為他們都沒有放棄我 那我更不能放棄自己 然後我覺得 我應該要 交滿一個真心蛋 對啊 這個劇本 當下其實有一點 想要抵抗 為什麼 你要吃胖嗎 就是 我覺得吃胖 不是重點 真的是 看起來就覺得 有點辛苦 對 因為 對然後 然後 後來就覺得 沒關係 試試看好了 因為 有人肯給我一個機會 就去嘗試看看 然後就 就去拍了 對 其實那也是因為 公司合約已經是下去了 沒有啦 某部分 沒有 但就是我就覺得 A是一個不一樣的嘗試 可是那時候 其實心裡有一點害怕 因為 沒有擔任過女主角這件事情 雖然她的角色是分配得滿散的 但是還是會怕 因為全部都素人 只有我一個是藝人 這樣子 那時候會擔心 可是後來因為公司 丟我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講說 你就是沒有特權 就是 不會有人去特別 照顧你 特別呵護你 因為之前工作上面 在當長天歌手的時候 公司是非常保護 然後什麼事情都幫你 處理很周到 可是到那邊 他們就是放我自己 去跟他們相處 對 然後 我覺得在這部電裡面 其實收穫滿多的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公司讓我去 雖然這件事情很辛苦 但是我嘗試到 我覺得很遺憾 沒有好好享受的學生生活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嗯 我覺得 那時候其實他們公司有講說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行的話 可以用替身 可是我一開始前面 我就堅持不用 因為我想要嘗試看看 我能力之間可以到哪裡 到後來 就是其實真的已經快要符合不了 但是我還是堅持 因為我覺得 前面都沒有用 我後面用的話就前功盡棄了 對 然後 反正就是都沒有 後來到後來都沒有用替身 而且我想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他們都可以做得到 我覺得我一定也可以 因為我 剛開始去拔的時候 我很痛 然後看到他們沒有哭 我都不敢哭 因為真的很痛 就痛到 那我回家 我第一天 第一天 前兩天拍的時候 回家我沒有辦法手舉高洗頭 因為太痛了 就 而且整個背 就是 都很痠的 然後拉傷那種感覺 而且是有摩擦到 就是破皮的 就是 你知道那個水一沖下來 那個 很痛 很痛超痛的 那時候就覺得 我大概洗澡的時候 就覺得好想哭 到底是為什麼要把自己弄成這樣 呃 導演把 所有比賽的戲 都拉到最後三天拍 因為場地的問題 然後還有他們請了巴斯克隊的隊員來 然後 當下 那幾天 就是連著兩天 前兩天都已經在拔了 然後都是自己來 就也沒有提升什麼 然後這樣就過了就算了 第三天 來跟巴斯克隊 我真的受不了了 因為導演沒有跟他們講說 其實場上有一個是演員 然後我想說 因為拍戲其實就是 他們可能會偷放水一點 就是這樣 沒有 導演要他們真的拉 所以我們中間 大家看得上比賽 是真的在比賽 人生當中 有太多東西 真的學不完 可是每學一樣的東西 你真的會 有很大的改變 而且我真的覺得學習 是真的是很大的一個 自信心的來源 因為我拍了電影之後 我覺得跟人相處 真的不太一樣 以前我是不敢接觸人 我覺得一方面是沒有自信 一方面是不敢跨出那一步 會害怕 然後到現在 比較敢跟人去相處 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對 我覺得那個改變也很大 然後 再來我也沒有想過 可以到很多地方去工作 對 我以前想說 哇 我人生應該是不會出國了吧 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對 然後到現在就是 到很多地方去工作 然後我覺得這個工作讓我看到很多 不管是最top的還是最頂的 我覺得其實都看得到 然後講當下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我很感謝 很感恩 因為一路上真的太多人幫忙 我覺得我是一個貴人 因為真的非常好的小孩 就是一個很幸運的小孩 因為大家一路上都非常支持我 然後後來就覺得 哇 我有交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但就可以對得起那些支持我的人 然後鼓勵我的人這樣子的 可是我覺得 一方面有一點點壓力是 我覺得我會 更想要加倍努力 去 給這些對我好的人 然後支持我給我鼓勵的人 就是 更多的付出這樣子 對 而且會有點擔心自己 會做不好 可是就是會更盡全力 我覺得因為這個獎項 有鼓勵到我 對於演戲這件事情 就是我會更 有更多的投入跟付出 這個工作 隨緣 但是我會很積極 對 因為你有挑戰 你才會知道你有多大的能力 對啊 可以 就是等於這樣 我覺得有點像開發前面這樣 開發前面 對 你不做 因為 我覺得你不做 你永遠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但你做了 你才會有那個感覺 對 你不做得到 好